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互联网上有一个事情一直高度关注 在引热议 就是在西北有一个女孩子 大学毕业了几年 也没有找到工作 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然后每年坚持考公务员 每年坚持考公务员 然后她理论成绩考试 每次都是第一名 但是面试每次都不让她过 她说她每次搞公务员都失败了 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然后她就在西北陕西那边租房子 租了一个房子之后 后面没有生活费 连生活费都没有 都是她妈妈 找人东拼西凑找亲戚 给她借了一千块钱 甚至这一千块钱都是找两个人 一人借五百这样拼过来的 然后打给了她 用微信转给了她 但是她没有收这个一千人民币 最后呢 这个女孩子啊 把所有的微信里面的亲朋好友 全部删除掉了 后面饿死在出租屋里面 二十多天 发生发出了特别大的恶臭啊 后面这个房东啊 和警察他们才过来 才发现啊 打开门了才发现这个事情 所以那个房东啊 也是经历了整个事情 然后就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啊 从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到最后的结局啊 非常的感人 就是她的父母 把自己的女儿真的是 因为他们的唯一的希望嘛 在他们村里面啊 是最好的大学 在北京的211啊 在北京读的211 应该是花了不少钱的 应该是借了很多钱的 但是这个 我舍不得应该是 不得应该是 自己的 她的